马来西亚羽毛球女单选手,吴景薇,在2021年9月13日突然在YouTube宣布自己选择提早退役,结束羽毛球的职业生涯。 大家好,我是汉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年21岁的吴景薇,在今天早上发布的视频里说到,因为伤病及健康问题, 自2019年起,他就必须每天依靠药物来撑过每一天,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退役。 他也同时感谢槟城和大马鱼种这些年来的照顾, 还有体理会、国家体育学院、教练、队友、家人和球迷的支持。 同时也向他们致歉,因为自己没能一路走到巅峰,甚至被迫提早退役。 他也希望他的队友们能够继续加油。 我会把视频的链接放在视频箱里面,大家可以去看看一下, 里面有一些他讲的东西非常精彩,非常有意思,大家一定要去看看。 那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什么了。 那随着这位天才选手的退役,今天就想要特别介绍一下吴景威的羽球生涯。 那吴景威是于2000年1月30日在马来西亚冰城大三角出生, 在6岁的时候便开始接受羽毛球训练。 那一开始他接触羽毛球就是抱着娱乐的心态。 而他的父母则是发现了他在这一方面的天赋,就选择支持他继续在羽毛球这一方面发展下去。 而他也凭着过人的天赋,很快就在10岁那年加入到槟城羽毛球周队。 而在那个时候,他赢得了大大小小50多个冠军。 而他第一次代表国家出去比赛,便是在新加坡的12岁以下的少年羽毛球赛上,并获得了第二名。 而根据维基百科,在大三角的日新小学就读时,吴景威曾经吸引过新加坡国家羽毛球队的挖角。 不过,在大马鱼种和周种的圈主下,他就选择留下来。 而在小学毕业之后,他便去到吉隆坡的金地花园国民中学就读,并被纳入五级加利尔体育学院,接受跟专业化的训练。 而在2014年,14岁的吴景威被大马鱼种破格招入国家队与其他国家选手一起训练。 而在2015年,他的职业生涯正式迎来了高光时刻。 首先是在东运会获得女子团体亚军,及女子单打巨军。 随后,便在比利时羽毛球国际赛获得职业生涯第一个成年冠军,并成功在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以15岁的年龄,成为马来西亚第一位世青赛女单冠军。 而我没想过自己会拿冠军,我有想过可能会进入八强或者获得铜牌。 我第一次参加时才进32强,2014年则是进到16强。 所以今年的目标就是要进八强。 而他也凭着这个冠军一举成名,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小女生身上,希望他未来能够引领马来西亚的羽毛球。 而他也不负众望,在之后继续横扫奖牌。 其中,在2017年,才17岁的他总共收获了七枚奖牌。 他成功在有泰国及印尼选手的东运会上收获女单冠军。 而来到2018年,他的职业生涯再度来到新的高度。 他再次创下马来西亚的历史,成为了马来西亚第一位在青年奥运会羽毛球女单赛事上收获金牌的选手。 并成功在童年的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上,至2015年之后再次收获冠军。 可惜的是,在2019年时,吴锦卫遭遇了肠胃病问题。 这个病痛从2018年起就一直困扰着他,他每天都必须忍着疼痛去训练及上课。 所以呢,在跑遍了八家医院之后,他决定在2019年10月动割肠手术,并最少要休战4个月。 而这也导致他直接就错过了东京奥运的积分赛,并肯定没有办法参加他非常渴望参加的东京奥运。 而在2020年复出之后,他还参加了在马尼拉举行的亚洲团体赛,并获得季军,并在今年的西班牙羽毛球国际赛上收获亚军。 最后一次,为马来西亚羽毛球站上领奖台。 那讲真的,突然看到吴警卫的这种消息时还是挺惊讶的,因为在我的记忆里,他一直都是被视为马来西亚羽潭的接班人之一。 那我也很期待他在受伤之后能够付出,因为他还很年轻,最少还可以再占个10年。 那在这个时候选择推出其实是挺可惜的,因为他那巨大的天赋,相信如果他持续下去一定是能够在羽潭打出历史。 不过,说到底,比起任何的荣誉,运动员自己的身心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作为外人,只能尊重他的选择,并给予他祝福。 在他的各个访谈里,我一直都能看到的,就是他始终都是在这种我要越来越好的心态去打比赛。 即使有想过要放弃的他,每次都会以正面的想法让自己坚持下去。 那这就是一个好的运动员的心态,即使遭遇阻碍,但是我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而我也真心希望,鱼总,还有大马体育部接下来能够更好地栽培我们的运动员,不要再失去一个又一个天才选手。 那让我们真心祝福吴警卫,希望你虔诚世景,继续保持快乐,在属于自己的领域继续打出一片天空。 那就像你说的,只要肯努力,不管在任何领域都会有很好的表现。 那也谢谢你一路为国家争取过这么多的荣誉,为国家带来了那么多的第一次。 那马来西亚为你而骄傲,加油吴警卫。